乌克兰情报当局 他们公开了一个录音档的内容 说又有新的线索了 就是朝鲜在向俄罗斯派兵啊 而且是派出了精锐部队哦 说这个监听的地方 是在库斯克沃洛捏日高速公路上 一辆挂着民间车牌的卡马斯卡车 当地的警察还把他拦下来 但是上上面有士兵 什么呢 是朝鲜的士兵 要去库斯克州的最前线 甚至还讲说 是27到28号之间 要部署在战斗前线的 结果呢 乌克兰领导人泽伦斯基也讲 哎呀各国的领袖 一定要对北韩好好的施加压力啊 因为俄国计划最早 就是要在10月27号这一天 派遣北韩军队参与对乌克兰战斗 但是对于朝鲜来讲 他们非常的愤怒啊 他们讲说 这其实是美国跟盟友手段 意图要掩盖自身的问题 延长俄乌战争吧 所以才要这么说 可是呢 那我们看到 不是都有影片吗 不是都有照片吗 视频啊 而且现在呢 还有更多的讯息出来了 说还有录音档 这个韩冰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只能说现在 关于北韩参战的这个讯息 影片啊录音啊 各种各样的新闻啊 满天飞 那到底有没有 其实不知道 因为你会看到就是 俄罗斯这边的态度是很暧昧 对他好像否认了 可是又好像没否认 然后北韩这边呢 也是讲得很不着边际 到底有没有去也不知道 那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乌克兰你要证明这个很简单嘛 因为乌克兰最近已经宣传到一个什么地步 他说他们现在前线军人已经在练 北韩话 就准备俘虏他们的时候就跟他们讲 当然这是一种宣传 不然语言不通很麻烦 我就觉得这种宣传有点过头 但没关系嘛 你们既然这么喜欢宣传 那很简单 你都指控他已经上了战场 那你就在战场上抓个两个回来看看嘛 就这样你只要抓到了就很难否认了嘛 对不对 你就抓回来嘛 不然的话 老师你现在的世界 这些影片到底是真的假的 说真的没人知道 因为现在AI技术太发达 你要去卫造一些东西模仿口音或干嘛 其实都非常简单啊 那你说北韩到底有没有直接派兵参战 我个人其实是一直觉得 这可能性不是没有 我觉得是有 但是我一直觉得 北韩就算参战大概是在俄罗斯境内的战争 也就是现在他们指控了 可能是在库斯克那边 我觉得是有可能 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俄罗斯自己内部境内 而且是协助俄罗斯去抵御 在以这个角度来看 它是抵御乌克兰的入侵 所以算是协助自己的盟友 而不是协助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 我觉得这个在意义上是不太一样 所以你说有没有可能去 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 而且对北韩来讲 他也好几十年没有打过实际的战争 对他来说能够增加战场的经验 学习现代新的战争的做法 对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 可是乌克兰也不用指控那么多 因为你说现在世界各国区对北韩 施加压力 我觉得也不会有用 因为北韩过去这几年 就一直在被全世界制裁 那你还要对他施加什么压力 你直接进攻北韩吗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直接抓到几个北韩的战俘 这样就可以证明到底有没有 可是现在其实乌克兰感觉 好像是真的是 趋距下风是不是这样 你看这个华盛顿战争研究所 这个智库 他们的分析报告 在这边甚至还有一个图说 10月27号到这个三点钟 他们有一个这个发布的资料 发现乌克兰在库斯克攻取的土地 说已经46%都被俄军给夺回了 而华盛顿邮报也有报道 近期俄军在库斯克反攻 让外界已经怀疑 乌军还能够在库斯克这个地方 还能够盘踞多久呢 然后也有消息指出 其实乌克兰现在冰原是越来越不足了 所以他们被迫 要在首都基辅这种大城 有音乐会 酒家高档会所等等 像这样的地方 去查验男子是否符合从军资格 所以像这种音乐会酒家 这种地方真的都不要去了 去了以后尤其是男性 你可能都被抓去入伍了 你这个都要哭哭不出来了 许多的乌克兰男性呢 有的甚至都躲起来 要不然就是非法外逃躲争兵 这个大钟老师 所以现在这个乌克兰的情势 显然越来越加不利 那刚才就讲 如果说朝鲜现在 再进去帮俄罗斯来打仗 而且他连日期都讲 就是27号 那这代表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是从ISW 我觉得他的这个资料 是相当具有可信度的 就是乌克兰当时好不容易 认为是有重大战果在库斯克 但是到目前为止 可能已经被俄罗斯反攻 土地将近其实就是一半被拿回 甚至有人说库斯克 有可能也成为另外一个绞肉机 那这搞不好是 本来是你要成为你的 胜利计划的很重大的一部分 因为我要新战地才能跟你谈 才能跟你交换 而且向西方展示我的能力跟决心 那目前为止可能会成为一个 持续耗损乌克兰士兵 这个重要场所 新的绞肉机 那到底我们派兵去呢 我觉得应该是 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因为如果是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前问北约 北约是说没有重要资讯 但现在北约已经改口 那还有迹象我非常同意 就是北韩假设真的有部队 进入到俄罗斯境内 应该会放在库斯克 为什么 因为普廷在今年的这个 六月份访问北韩 不是当时签了所谓的 全面战略伙伴条约 这里面应该有一些部分 跟军事相关 然后等待布马俄罗斯国会 这个杜马批准 那这里面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普廷正面的要求 北韩提供兵力 而且这是对北韩来说 所以北韩特别讲 俄罗斯也讲 这符合国际法 国际规范 因为假设是一个这种 共同防御条约的话 那你的领土被攻击 我提供部队 因为等同是我在承受 这样子派遣跟部署跟动用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 现在已经有部分部队 进入到俄罗斯境内 而且应该是准备投入 顾斯克 在之前传出轰-20的时候 我就说不可能是轰-20 为什么 因为轰-20如果说 在这个珠海航展横空出事 其实违反所有的定律 为什么 因为从歼-20以来 我们一直看到解放军 无论是各种的战机 它的出现是有一个规律的 第一个是爬枪党先拍照 接下来是是非的时候 会被照相 最后才是出现在央视军事 然后首飞的时候 那个对不起不是 央视军事它会公布 然后上号 然后确认这一型战机 已经加入战斗序列 以往都是如此 现在谁看到红-20 没有 我们只看到很多想像红-20 连招飞这些年轻一代的飞行员 都有一个红-20的一个概念 那但是我们这样讲 也就是这一次的航展 我们以现在所看到的相关资讯来讲 相对于以往 它的规模变得非常大 而且它还切个非常多的一个展区 那它有专门看这个无人机还有无人船的一个展区 那它是最先开放的 接下来还有金凤 可以看那个空中表演的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航展大厅 那我们来看这一些 其实大家到时候看到 小县长我们可以一起合照 没问题的 那我也很兴奋 这一次前往看这个珠海航展 那看看整个那个中国大陆的各项军事的起飞 不是只有限于这个空军或者是陆军 其实海军的装备 它可以用模型或者是展现 有境外展示 对它有部分的结构可以展现 那这个也就是说 这一些真正就是造成了美国 非常大的一个心理压力 所以想尽各种奇怪的方法 那至于说 我们刚刚前面稍微提到了 有关于库斯克的状况 其实这一个库斯克 库斯克当初这一个 它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们节目里头小县长是怎么讲 空城记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空城记了 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 也是终极阶段 叫做什么 叫做当年在抗日时候的天儒战法 薛岳将军的天儒战法 为什么 因为当初就是吸引你 吸引乌克兰部队一路往内攻 可是我们看到这边的红色了没有 这边这个红色 其实是车臣的部队 那现在根据我的研判 也就是北韩的部队 也就是这个风暴部队军团 它是从哪进来 它会从这进来 也就是一段一段的截断你 截断你之后 让你根本你深入了这么多 你未来有没有办法 撤出都是个问题 然后现在基本上战场上都是用维艰 那不太搞什么交换战斧了 因为再继续交换战斧 这个仗就打不完 今天最后还是要由勤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来选购 并且还可以打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新闻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 交给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几乎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